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我们的风云投顾的 飞行师李冠卿 冠卿 晚安 大家好 还有大海投顾飞行师 詹文元 詹总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我们来看到 首先今天要告诉大家 就是台积电昨天宣布了 它要配息七块钱 但是七块钱 到底大家满不满意呢 算算它的殖利率 好像没有去年来得高 为什么 因为股价已经变高了 所以今天冠卿要帮我们挑到 有一些高殖利率的个股 好像它的殖利率 比台积电还高呢 那么如果你喜欢 用这样的角度选股的话 今天有一些标的给您做参考 另外就是来到了9800点 今天盘中站上去 但是没手稳 最后差一点 最后收盘在7999 那么只是 接下来的台股怎么看 一稀黄眼时间 已经来到9800 接下来的台股 待会我们请詹总 来帮大家好好做分析 同时詹总我们的技术小教室 今天要教大家什么呢 教大家什么叫明官暗卡 点很重要 点怎么用 待会来告诉大家 好 我们首先呢 先赶快有请冠卿 冠卿就来帮我们看看 冠卿长期研究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宣布 配息7块钱 21年来的新高 但是它的股价比较高 所以它的殖利率 只有3.73% 市场本来预期 它要配比较多 其实还好 其实昨天大概 大家在讨论 因为市场本来预期呢 外资希望它配到8块钱 对 那当然没有到8块 所以昨天的台积电ADR 它直接就是跌1%以上 可是你可以去看到 其实为什么没有配到8块钱 可能一个很大原因在于说 接下来的一个 不管是7nm或5nm 还是需要钱 台积电又没有像很多公司一样 像最近要限制那个郁金 对不对 郁金又要跟投资人拿钱 台积电电他没有跟投资人拿钱 他就只要从他所赚的钱里面 去拿这些钱去开发 下一步的一个新的一个制程 所以他留一部分起来 没有配那么多 是因为他有其他的资本支出 的确没有错 而且当然其实我们看到 当然在这边昨天或许在ADR在跌的原因 可能还是在于说 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说交棒的问题 交棒问题 提到交棒 今天张忠盟有出现 今天他出现在一个公开场合 大家就看到他那个 蚌啾 种种的 有人形容说像一颗核桃 但是什么行走方面 他那个跌倒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对不对 只是还是要交棒 所以台北市议员王欣宜 太关心他了 这太关心是不太好 这个还是说真的 人家还是好好的 你就讲了一副好像 好像出了什么问题一样 这样比较不好 没事 不过说真的 其实很多人会认为说 其实今年之内 对 当董事长 他可能就会辞掉董事长了 他就不当董事长了 我都80几块要90的人了 我是不是希望多 他老当益壮 他好得很 没有错 我是不是希望多一点时间 在家里好好陪陪我的老婆 老婆又还蛮年轻的 有点年纪的差距 我是不是希望多一点自己的时间 因为毕竟现在 照我们所知道 其实张董事长是几乎每天 还在那边 有时候是从新竹 到这个去台北上班 有时候从台北去上班 所以常常被人家拍到 他在坐那个 这个台铁的交通 那个通行列车 常被拍到 因为其实也是因为说 竹客那里很会塞车 他就算请司机的话 就算回到他家 可能要花一个小时 所以坐台铁还比较快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还需要这么劳累吗 其实我相信 如果是张董事长 自己心里来想说 如果说这些年轻人 都坐得起来的话 那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个董事长 不管是交棒给魏哲嘉 或交棒给刘德英 我觉得都有可能 但是你看外资的预估说 不管他交棒给谁 大盘会跌140点 就是台积电会震荡 那就是在大概六七天前 这个应该在中时的一个新闻 那个采访好像商业之后 采访外资分析师 他预估大概跌140点 所以大概预估 其实台积电一块钱 大概就等于是10点 所以就预估台积电会跌 14块钱左右 那14块钱的话 大概可能就跌 其实也不到10% 那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跌呢 其实因为大家会担心说 换了个老板 换了个董事长 会不会使得台积电创新 开始没有创新能力往后退 就是信任张忠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心态上面的一个想法 因为其实老实说 张董事长他就是一个精神领袖 那的确没有错 我相信换董事长之后 是一定会跌 但是反而如果跌下去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就以未来的 这个7奈米 5奈米的进程 还是很值得投资的 因为包括在昨天我们看到 其实今天早上媒体有写到 英特尔他10奈米 今年又搞不出来了 他已经搞了好久的10奈米 所以他已经连续 连续第三年用14奈米来量产 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伺服器 还有这CPU的架构 所以其实台积电 他的技术还是非常领先的 不能这样讲 还是他有一定他的进程 一定他的速度是比较快 因为老实说台积电的10奈米 跟英特尔的10奈米的话 英特尔是比较比较厉害的 就算英特尔如果也有7奈米 台积电的7奈米 台积电还是比不赢英特尔 因为是中间的一个制程差异 是他的较的名称不同 就像我们看到台积电的16奈米 跟三星的14奈米 事实上是同一个世代的制程 只是取不一样名字 而且他的一个线的接近程度 差那么0.0几而已 所以冠军还是持续看好台积电 即使张忠谋退下来到第二线 所以很多人都问一个问题 说台积电什么时候才能买 老实说你就等到张忠谋 退居第二线 变成总裕董市长的时候 你这时候老实说 你现在再去买台积电 很多人说200元可能是天险 不要说200元 以前天价应该是在220元附近 差别不大 你这时候再去买的话 其实获利空间是有限的 但如果说真的就像外资所讲 他交棒跌14元下来 今天是189 对不对 跌14元下来的话是多少 175 那你进去买的话 是不是如果配到7块钱的 7块钱的一个股息的话 就上到4%了 所以反而这个跌下来 或者是交棒之后 可能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切入点 是机会对不对 好 不过这一次我们看到 他发7块钱算起来 殖利率不到4% 所以这个冠金就讲了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这样的价位还要去买台积电 你有其他更好殖利率的选择 的确没有错 因为如果你光就这个台积 光就殖利率来选择的话 你真的不要再选择台积电了 但是如果以我的想法是真的没错 台积电还是很好的公司 可是你可以看到包括富邦特 国泰特 其实这个台积电是3.7 国泰特比他高那么一点点3.8 然后光是这个台新 台新物特 但是我不知道台新金能够经营多久 这你就如果万一出什么事 就不要怪我 我比较乌压准 这个是他们发的特别股 对 那国泰跟富邦老实说 我觉得他们是大到不会倒 那他们会不会大到不会倒呢 其实我心里很多问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同样的时间 你看到富邦4.1 国泰3.8 台新要发到4.75 老实说4.75 你叫我去买台新物特 我还不愿意买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看殖利率的话 或许富邦特跟国泰特 还比高这个 我们的台积电殖利率更高 然后我把这个收盘价来算 来看 我们看到其实是这个 富邦特的殖利率剩下3.9% 那这个国泰特的殖利率剩下3.69% 然后这个台新物特的殖利率 还有4.6%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其实老实说 理论上说 这三家公司体质相近的话 在一个市场公开的情况之下 其实 这三个殖利率会慢慢接近才对 对 为什么这还高这么多 我没有在暗示什么 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安全的话 是这两个比较安全 安全是这两个比较安全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看成长的话 可能是台积电 但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如果以我的选择的话 我会等到 我们刚提到 对不对 再会提14块钱 你等到换董市长的时候 再去买 好 这个是看到了 这个是鼓励的部分 那不过呢 其他的殖利率的个股呢 今天冠金帮我们挑了 不太一样的族群 我们先来看原物料 这最近也很夯的 我想事实上 在这个应该在川普当选之前 在11月份 我们帮大家挑过高殖利率 应该11月 川普当选之后 11月十几日那一天 我们帮他挑过了 高殖利率股里面 其实我那时候 跟大家谈那一条股票 1603好像叫什么 华电一类的吧 我连名字都忘记了 1603华电 对啊 华电 那时候殖利率多高 那时候要现金减资 我忘记是两块还三块 我都忘记了 你光是币人进去买 后面还涨了这么大一段 对不对 甚至其实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张就好了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有挑到华夏 我们也挑到圣宇 我们也挑到泰明 对 所以其实高殖利率的股 不会变 不会变 就是他们 就是那些公司 而且你会看到 其实这些公司 有一个很大特色是 你要华夏 你要国金化 剩余泰明 今年的获利成长个 50%或20% 可能性太低太低了 对 他就获利可能每年 稳稳的 可能有时候赚三块 有时候赚两块 有时候赚四块钱 但做得到 但是他不会说 忽然从赚三块钱 变赚成赚七块钱 他不会爆炸性成长 对 但是也有一个情况就是 如果说有时候 他就出现那种 不小心 怎么会那一年亏损 其实剩余 剩余的前年是亏损的 剩余其实过去几年 我看了剩余这么久 几乎都没有亏过 他前年亏损的是 他去年加倍赚回来 这真的很厉害 他以前 一年赚一块多到两块钱 结果前年亏损再亏零点几块 去年全部加倍赚回来 去年赚了3.8 对 估计赚3.8元左右 这个剩余 我们看到剩余的K线好了 好 来 剩余 剩余已经 今天掌停板 找到这边来了 这个其实在这一期的 应该说这一期的财讯 刚好有采访我 我也谈到这个剩余 其实老实说到这边来 你要不要买的话 我觉得这很难去解释 不过今天还供上涨停板 真的是有够厉害 因为它是一个 很长线的一个好股票 而且殖利率 其实就算到43.6 我们来看 殖利率还有7%多 还有7.36% 我的配息率 是用去年的配息率 剩余除外 剩余是前年 因为剩余去年没有配息 去年赔钱 其他部分 其实我们就挑这个 太明来讲 太明反而就是我讲过后 比较没有动的股票 其实你说没有动 其实也是动了好大一段 不过其实太明的这家公司在于说 千的期货 事实上在这个今年 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 它大涨了20.43% 今年基本金属都涨好夸张 因为就是基督建设 这个可能未来 这个盖墙要不要用 盖墙要不要用到千 我是不太知道 可是千就是在涨 然后它去年 千是做签笔的吗 不是 千就是签订千块 其他的工业用 工业用 有点污染那种东西 那它去年第三季赚的1.0亿元 是创架两年的新高 第四季大概估计 也是赚到一块钱左右 过去四年大概都赚三块 可是去年 这个超过过去四年 这么厉害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国内最大的 废千酸电池回收处理厂 现在大家注意到 有环保议题的股票 其实老实说 股价会走势会比较强 我们看最多的党股票 国统嘛 对 虽然我很不喜欢这党股票 但是你看 它是不是环保议题的股票 对 涨很多 我们不知道它做什么环保工程 不知道 反正它的营收跟获利 我们也看不太出来 为什么 可是它就在涨 环保就很夯 现在大家保护地球 所以它本身又是全国最大的一个 废千酸电池的回收处理厂 理论上 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一页好了 对 所以你看到 其实老实说 这边比起来 除了国金化还这么厉害之外 然后泰民还有7.73 那国金化 我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好了 我在这期才运游就提到 它做了什么 它做一些什么数值类的 以前说做数值那东西怎么赚 那你不要搞错了 做数值老实说还是会赚的 因为现在在搞什么 3D列印 所谓的制造者时代 你什么东西 什么玩偶 你自己设计好 3D图画一画 这就是原料 它就是原料 所以你看到这几年 它的获利是突飞猛进 它在前两年之前 它以前一年的EPS在1块钱 它现在一年都可以赚到3块到4块钱 所以这个就是高级率 像原物料的部分 那么这个看到了 挑了这次档股票 另外我们来看 电子股当中也有高值利率 的确没有错 我上个礼拜来 跟大家谈到汉唐 我正在讲汉唐 其实大概去拆 去年6块以上 应该是10拿9稳 以它以前的做法的话 其实配息率 前一年配息率85.87% 大概可以配到5.6% 目前到10%左右 那当然你会担忧在哪里 因为其实台积电的 我们在上礼拜提到 台积电的南京厂 这次接到单子比较多的是亚翔 这亚翔集成不是汉唐 汉唐接到单子 没有它那么多 所以可能会有人会想说 那你没有那么多的话 那会不会影响未来发展 可是根据我看到 媒体的报道来讲的话 事实上也还好 因为其实 你要做无城市 中国大陆 做无城市工程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你不得不 你中国在这边 建这个半导体厂 你还是要 依赢到汉唐的工程的实力 所以现在看起来 职率还有10% 然后包括我们看 最下面那一档 这韦翔这部分 其实这家公司去年的获利 是比前年大幅度的衰退 因为他以前有苹果订单 后来没有了 可是没有苹果订单 他还是活好好的 而且职率还这么高 而且职率还有6.89%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股票 中间这一档汉平 刚好今天新闻有写 那新闻其实也是 我说真的后知后觉了 老实说这家公司去年最高冲到66.9 不知道创了几年来的新高 因为他的获利去年是大幅成长 以前这家公司 EPS都2到3元 去年竟然可以赚到多少 估计是赚到5.6元 5.7元左右 当然你可以看到 他是做那个发烧有听的 那个音响设备 对 他做的是黑胶唱片的 现在还有人在听黑胶唱片 而且很贵 黑胶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在复刻 甚至一张黑胶 其实大概新的黑胶 可以从有人可以从900 卖到2500都有 这家还有最新的技术 在黑胶上面 用那个半导体去封装 国内有一家这个半导体厂 这个日本来的叫优贝克 他可以把这个你的黑胶上面 封装一层镀金上去 哇 那要干嘛 你的那个黑胶 大家知道黑胶是胶嘛 对 那个唱机堵久了之后 其实这个他会磨损 磨损他的音会不好 音会变 那如果镀上一层金之后就不会了 当然你要花很多钱 当然这东西是因为黑胶唱盘 在欧美市场大卖 其实台湾也是一样 开始黑胶唱片也很多了 你有空可以到成品去看看 超多黑胶唱片 去年获利创新高 然后前三季赚3.97 今年大概负到5块6左右 而且投信去年第四季 差不多都砍了一大堆 这些2500张应该不会再出了 那今天刚好股价 今天刚好股价创下近期以来的一个新的一个高点 所以等到大概如果真的公布到我能预估是5块6 真的5块6的话 这本益比才几倍 这本益比44块的公司本益比这没几倍 对我们来看他的这个殖利率可以有9%多 9.34% 用去年来算的话 这很高 这个是汉平 那我们来最后看这个是金人宝集团当中有高殖利率的个股 的确没有错 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谈这个人宝 人宝真的是一家 我认为说少数的这个在这个做最下游里面 殖利率会比较高的 因为你看 其实你去随便算 这个伪创也没赚多少钱 伪创要配多少给你 伪创的股价也比人宝高6块7块 今天人宝19块 然后包括这个另外包括是宏基 宏基去年赔钱怎么可能有钱配给你 对不对 相对而言人宝的殖利率 是因为今天股价涨上来变19块了 我当初在讲才18块多而已 这个变5.62% 那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我们今天来讲金人宝集团 我们像金宝好了 金宝很低 这个如果你用殖利率来选的话 你就不要选金宝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金宝 然后下面给我列这个外资买卖超 外资 外资买金宝买好久 对 我告诉大家 外资买成这个样子 股价不涨才会有鬼 对他买什么意思 不用知道 就会涨 你等着看 未来说没有什么利多 对不对 所以金宝我是看好 但是不是因为殖利率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人宝集团里面 这个旗下算是比较便宜的股票叫 智义 智义是金人宝集团 对 而且他整理非常久的时间 你看到其实去年最高 就是他在公布第二季获利的时候 冲到73.7元 如果用从网面上来看的话 那个时候大股东出了不少股票 但是据我所了解 这边开始都回补回来了 因为公司很好 人宝持有22% 而且这家公司他在做5G的 什么小基地台 包括物联网部分 今年业绩还在持续成长 所以不但有高值率业绩还会成长 而且我最后一点 这大家看不懂 对我看不懂 什么叫做比较不讲话的钟蕾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钟蕾动不动就会发新闻 不是不好 钟蕾这家公司不错 我们不是否认他 很喜欢告诉大家我的好 多好 钟蕾的那个老板 那总经理很喜欢讲话 记者去访他也很开心 然后动不动就有新闻稿 可是质疑真的很少 因为其实你去看 人宝集团其实真的比较 算是比较低调一点 你每次都看到李许盛雄 每次出来就是一副 有国有民的感觉 这个一例就不好 这样而已 但是这是他们比较低调 那智翼的董事长挂的是陈瑞聪 就是跟人宝总经理是同一个人 那他比较不讲话 但是其实你可以注意到 他所交出来成绩 我们刚回到刚刚那一页 在去年大概估起来赚到7块5 那怕是有汇损的话 就算汇损可以收一块有7块钱吧 本益比连10倍都不到的股票 我相信当然整理久之后 其实我想如果在一个 高值率股的情况之下 其实股价往上走的机会 是相当高的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万青 那么今天帮大家从台积电的 一个配息率 帮大家挑到了更多 这些殖利率都比台积电更高 其实有时候大家股价 你会觉得说台股9千8好像有点高 高值利率让你利于不败之地 好 不过谈回盘 我们就要有请詹总来帮我们看看 今天的这个盘式的走法 好 我们看到今天已经 高点来到9813了 大家都觉得说有点不可思议 一下子就过去了 那么今天到底没有收在9千8之上 9799 感觉好像临门一脚 不过也涨了80点 量也蛮大 千亿元之上 外资的态度 今天期限货都是买超 本来大家以为说今天台子期结算 那个结算的时候会不会逢高 大家通出脱 对不对 没有 继续做多 这个盘现在看起来 占总认为上个礼拜我们说那个盘完美嘛 那这个礼拜的盘看起来 还是完美 来 仔细听我说 今天最特殊的是 外资出乎意料之外买超了133例 它有点做追捕 还有台子期要平仓 最近的最大手笔 对 这有点出乎意料之外 所以今天拉动的大概都是比较大型的股票 所以指数长得很好看 但是说不定今天投资票赚的比较少一点 因为指数长多好看并不见得好吃 但是这种情况完全不影响这个盘式的 两个字 完美 说到完美 我记得上个礼拜 针对这个盘式 我们说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是不是 上个礼拜有关这个盘式 我们说到了一句话 我们上个礼拜居然忘记放上来 好 没关系 我对不起你 我们说上个礼拜这个盘式 我们认为完美它还有精进续长的机会 对 但是经过五天之后 经过五天之后 它连续再长五天 对 它连续再飙五天 那飙到九天八百点 如果说至于还有观众朋友问我说 你看这个九千八百点 能不能做追加 我是认为这样 这盘式还是很完美 而且没有任何的失败讯号 对 因为量都一直有在放出来 但是缺点是什么呢 宏得发指 所以我记得我们上个礼拜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说 今年你的操作策略 有三大主意 其中一个主意叫保护主意 我认为在九千八百点 我会启动保护主意 其中保护主意这是什么呢 我会不建议大家 在九千八百点 还拼命去做追加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要告诉大家 退一步 海阔天空 那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什么意思呢 请听说 这个退一步 我是告诉大家 我这个是双冠语 针对大盘来说 如果要真的上万点 它也必须要蹲跳 没有直接过去的 它也必须蹲下来 退一步再上 拉回来再上 对 即使要上万点要这样 那对头朋友你来说 你如果要赚得更多 我觉得你当舍则舍 你也必须给自己退一步的空间 这个地方你稍微不要太过去做追加 是 来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现在看五张图 五张图 这五张图跟 我接下来跟大家报告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关系 你现在心掌这五张图 看这五张图在告诉你什么 好 我们首先先看电子指数 电子股分类指数 这是月K线 对 这是月K线 一个月一根的月K线 所以这条下降压力轨 今天达到394 这个下降压力轨 是压了十年的下降压力轨 那么当然我们必须要了解 对一个技术分析眼光来看 它近期间这么短的期间又来一次 那么这代表这里过关的可能性 是非常之大 但是即使非常之大 这个技术性该尊重还是要尊重 如果这里想直接冲过去 那就变成五高会接三高 可能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危险 那我建议大家 电子股分类指数到这个地方 小心 它是压力蛮重的 所以这第一个 因为它是大盘的最重要的主轴部队 这是电子月K 十年的下降趋势线 第二个 再来看金融指数 金融指数叫日K线 看到这个日K线 今天收盘也是创了高点 111.63 112.63 看到这个高点 其实我觉得 它有一点进退维股 跟有一点尴尬 这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金融股要大补涨 你想想看金融股 美国股市里面金融股涨了很多 但是我们拥有它的条件 我们以前分析过 人家有降税 有升息 有剃除金融管制 我们这些利多都没有 所以金融股 而且金融股如果要发动补涨 有个问题点 它发动补涨 大家想说 拉金融会不会要出传产 出电子 有这个疑虑 但是它又不能退 因为它刚突破新高 如果拉跟黑K棒退下来 又有一点破新高 假突破真回跌的味道 所以 我说金融股现在的位置很尴尬 我告诉大家 未来几天里面 你还是一样看到这个数字 停数 它还是在这里 我判断 它还是在这里 有点进退维股的味道 推升力量不是很大 好 那我们再来看 OTC很重要 OTC 上个礼拜会提到OTC 它一路冲冲冲 一定要冲到132到133之间才会回答 果然过去没有错 四个交易天里面有两次 碰到132.3.4 碰上去就来 就下来 为什么 来 今天用这个周K线跟大家讲 这个周K线 这个是一年多来里面的 OTC的周K线 对 周K线这一点大概是133点 你光看就知道 这个压力有多重 当然你也必须要了解 它已经经过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来到第五个转点 四不过五 来这边过关的机会率是很大 但是过关之前 它也不可能一下冲过 这里还是要整理一段时间 就像这样子整理一下 所以你要不要看 其实很多的个股 OTC很多的个股 有人在踩沙车 很多个股在Bug了 所以这个你也必须要提防一下 这是OTC 那接下来看大盘 今天很漂亮 完美的眼珠 冲到98133 收盘接近9800点 是 你注意到一个重点 这里是9430 有效的双点的突破 对不对 对 如果你会计算的话 这一段跟这一段大概等长 已经等长了 等长 所以说它是有点突破的测量 有点满足的味道 而且满足的味道 距离1万点 只剩下200点 对 换句话说 它在天子 它在万点脚下 已经充了满足点 你这个地方你不做调节 你不买 有人就会买 你不卖 有人就会卖 这一点你必须要做了解 你不会算它满足 有人会算 对 已经有人算好了 最后再来看一档关键的个股 看红海 我们的民族英雄 这档红海呢 上礼拜冠军 有针对这基本面讲了一些故事嘛 是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技术面的故事 好 来 他过去在这边 整理这么久的时间 为什么他能够蹦蹦蹦蹦 直接冲到91块 虽然有基本面的固执 他能够冲到91块 是因为他在这边的压力之前 他整理了一个半月以上 适度做一个非常明确的技术性的尊重 请跟我练一个口诀 技术有尊重 技术尊重够 过关不回头 所以他技术面看起来已经够尊重 那如果技术面不尊重呢 过关一定回头 那这个会回头吗 差别在哪里 我要告诉大家故事在这里 这里整理这么久 直接冲过关 他当然不回头 公道这一点90.1 大家都知道 今天占过90.1 那问题这里有做官前整理 这里就变成 这个压力更大 这是一年多来的 一个最高的压力点 它的关键性是很重的 所以过了这一关 没有不整理的道理 变成官后整理 这是官前整理 这里就会变成官后整理 所以今天收盘来到90.9 看起来很高 我预判 也不是破大冷水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他也是在这边混 他会在这边混一段时间 他不可能再像前面这段 这样直冲 虽然外资已经买超了 二三十万张 还是会继续买超 但是可能在这段时间 他会不太能够推得动 他就会在这里 好 你看了这五张图之后 就知道我会怎么告诉大家 要启动保护主义 保护自己 好 除了这些 其实这盘面还有一点点 我认为太完美了 完美过程当中 有一些比较不完美的地方 红的发指 你必须要留意的部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看法 我个人经验 你的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这段时间里面涨 涨 特别过完年之后 涨了这十天 对不对 过完年之前 过年之前已经涨一大段了 过完年又涨这一大段 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里面的利多 天天抱着打开 全部都是利多 怎么翻翻过来 每家公司都是利多 太多而且太集中 这是有一点强中太虚的 透虚的部分 好消息太多了 太多 根据我的经验下 好消息太多了 涨 那就有一点虚 第二个捷后的买盘 已经推了十天了 真正有一些捷后买盘 资金回归 推十天 其实有一点小段落 那你有没有发现 盘面的轮动结构 其实也跟着差不多 有一点轮动到某一种 轮一轮了 轮一轮了 轮一轮有一个重点 以前我们讲3D股 3D股 竞甘股有3D股 现在还有3D股 3D股难找了 已经比较没有 没有真的那么低了 3D股都已经涨大涨高了 没那么低了 真的 所以轮动有一点稍微有一段落 那么接下来有两个现象 它我称叫银吃卯粮 就是说 它把未来反映在前面 已经通通反映 这个里面包括原来营收 本来有的很多很难看 包括鸿海这营收都很难看 但是大家认为它是正常的 因为未来会成长 所以把未来都把它算进去了 还有 i8真的现在到底内容怎么样 规格制定什么 各方面都还没有完全透明化的时候 很多只要点到只要是i8 链档一点关系的 棒棒棒都大涨 是 我认为这也有一点点 银吃卯粮的味道 这个未来如果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祸作力 所以这个盘面看起来很漂亮 对 但这有点隐忧 结论 那这个隐忧 加上刚刚所说的技术面的压力 那我给大家三个结论 这三个结论跟建议 并不是叫你保守 而是叫你面对事实 做你该做的 第一个 爬大坦即使它要攻万点 就像我刚刚说 也需要蹲跳跟甩脚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这句话你也可以把它背起来 我认为你稍微暂止这200点的空间 你连放过你不要犯错 你知道吗 如果稍微一小巧一波 或者回档可能只会回档个一两百点 有些个股如果长多了 它回档的弧度会蛮大 所以这200点的空间 你就连放过不犯错 拖一步才能海过天空 你心胸会很舒服 你如果这样一些磁骨 在这个地方 你不用每天要坚重你会很舒服 是 好 那么这两点说起来 至于可能会说 那是不是叫大家稍微保守一点 不要太接级 手放起来吗 是吗 相反 相反 我告诉大家这么多的道理是相反 而是要告诉你 你现在的操作 必须要更灵活 你要保持你操作的灵活度 做两件事 是 第一件事情 你针对接下来要选择的股票 它续航股 续航力一定要够强的 你不要看他已经找到天边去做追价 等他一回档 一回个10% 你可能会受不了 你要续航股的个股 你必须要能够找出来 哪些个股还有续航 或者说他已经先回档了 接下来 别人再回了 换他涨了 你必须把它找出来 然后开始打带跑 在9800点以上 打带跑 你不要再千秋万代没有那么长了 先站着做短短一点 短一点做 对 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这些当然是很主观的一件 但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这个是保护主义中能够对最有效的 一些操作方式 至于说如何打 选到一些续航股 跟打带跑的个股 我们待会再继续推荐这些股票 给大家来做参考 好 非常谢谢张总 今天带我们看了盘 还有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结论 建议大家最近做短一点 保护自己比较重要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 冠青帮我们的选股 是要挑高成长的股票 另外还有张总要带来的是 技术的小教师跟选股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经过研究指出 洗衣机的洗衣草 比马桶脏530倍 经常会造成我们家人的过敏 红肿 烧痒这些问题 所以洗衣机的洗衣草 一定要定时被清洗 这里我特别推荐大家 妙祖妇洗衣机清洁定 清洁杀菌一次完成 妙祖妇又好又便宜 地压治 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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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疼油啊 该吃就要吃 是想说烈个孤春 不怕控性素 该吃三个蟒痒飘 羊炸 食蟒糰 成蟒孤疼 不吃饶只疼 要指名三个蟒痒飘 新春期间大吃大喝 小心胃肠 八道肚子不会消化 爱吃正气为友 真吃 真看我 肯定肯定一减两个 正气为友 你感冒好几天了 诶 咕咕咕嫂 这个时候要用有路安加强液 安全配方 效果更好 有路安加强液 精神好 气色更好 看似优渥的工作 其实是诈骗犯罪的无奈 成为共犯 诈骗两岸人民财产 更陷入犯罪的深渊 最后甚至会被遣送至中国的路 陪上大好前途 拒绝利用 远离犯罪 给自己一个光明的未来 百万人疯传 三痛天不拒失眠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迷衣和专家 求求够健康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随隆隆 胸盖用 养生配方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健康友邦 在哪里 我们在三粒彩冰台 好看 好学 好实用 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 三粒彩冰台 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恩赐方 上学咯 虽然都是业用 德国人装进口 德恩耐耳同牙膏刷油 含佛配方 添加维他命E加盖 有效预防助牙板 护牙银 搭配德恩耳同牙刷 好握 好刷 好干净 等等我还要用德恩耳同树口水 佛加木桃唇 能降低助牙率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德恩耐 没助牙